这个孩子是他犯罪所借的后果 上帝的审判,这个孩子不能留意 孩子就生出来之后,一直生病生病 然后大伟就祷告 圣经讲,大伟怎么祷告,我们来看 大伟批来 大伟批在地上祷告,撕开衣服祷告 来到求神保留这个孩子 神的道路,大家讲,神的道路不一定都是听祷告的路 神的道路不一定都是听祷告的路 神的道路许多次都是不一定祷告 因为我们不懂得祷告 大伟求祝啊,你不要把这个孩子拿掉 大伟 法师巴怀孕,替大伟生了这个孩子 大伟有罪,但是大伟爱这个孩子 他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盼望神医治孩子的病 你知道吗?大伟是一个会祷告的人 很懂得祷告的人 如果你不相信,圣经里面的一百 这四篇有一百五十篇 三分之二是他写的四篇 这些诗篇都是讲祷告 神啊,拯救啊,神啊,我的仇敌 怎么样,这些都是大伟写的诗篇来的 大伟是一个很懂得祷告的人来的 他,他,在那个时候啊,你看到大伟尽力的祷告 尽食祷告,中夜躺在地上 非常热切,热切的祷告 但结果是什么?孩子死了 有时候我们祷告到美上大伟这样怎么样 你的祷告几时,祷告是 大伟是屁在地上,你倒在地上 我们都还没在祷告啊 主啊,你给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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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啊 所以我们祷告是态度这样 大伟是屁在地上啊 主啊,你给我啊,给我啊 他懂得祷告,懂得拿上帝的心啊 但是不是你懂得祷告,就得诚了 大伟,上帝让大伟学一个功课 若是一个没有奉献的人 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啊 一个心未曾被神压福的人啊 当他禁死了,祷告了,躺在地上祷告 一天大晚祷告,最热忱的祷告 而没有得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啊 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 他定规矩要说,这个神啊,太厉害了 这个神啊,太厉害了 这个神啊,太厉害了 从今后,我不再做礼拜了 我不再去教会了 我不再去拜兵 我不再求神,我也不再祷告了 定了 我跟我说定了,定了,定了,定了 定了,定了 很多人是这样啊 我祷告都不听,好了,不祷告了 从今以后 许多人啊 许多人啊,跟神啊一见 许多人的路啊,和神的路不一样 就跟神争扎 跟神争辩 他们要说,神啊 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许多人不服在神的道路 说,神你这样做 摸着了我,我不服 不,耶稣你口里没有说出来 但是心里不服,觉得神太厉害了 但是挺稀奇的 人可以背叛的时候,大为没有 人可以失望的时候,大为没有 许多人用禁食,用祷告,来威胁神啊 抗议啊,不是,不是,不是 大为没有这样做 你不给我,我就禁食祷告不吃 那我死了,死了算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做 但是有些人态度是这样 跟神,硬,硬硬啊 我告诉你,什么叫敬拜 敬拜的意思就是说 我服在神的道路之下 我服在神的道路之下 就是敬拜 不是失望,不是埋怨 不是从今以后消极了 不是从今以后和神那一间 乃是说,神啊 你这样做不错 这就是敬拜神了 你要学哦 这个是我很深的功课 我在学大为 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 他就拼命的禁食,祷告 批在地上祷告 你救那个孩子 这个经文我们读的时候 他知道孩子死了 他就问,诶,我的孩子死了吗 大家都讲死了 死了 大为没有说,哈哈哈哈 上帝啊,你这个没了心的了 你拿我的孩子走 他的态度很正确 他马上去换衣服 去洗澡 既然已经审判了 他们已经做了 他不再跟神 神有他的决定 神有他的审判之后 他就马上换衣服 然后去墨高 墨高就是等 今天讲的就是放香水 啊,然后换衣服 敬耶和华的殿 敬拜 然后回宫 然后开始吃饭 态度好吗? 态度好 他完全知道神的道理 他没有跟神打架 他没有跟神闹以前 很多人是做明的 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 在困难的时候呢 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不祷告 问题就像他在搞错 啊,神地啊,你救我 救我 为什么别替我祷告 我生气了 大伟没有这样做 大伟在事情 还没有发生之后 他就开始祷告 他一直去救生 他一直努力祷告 就算神不停地祷告之后 他的态度仍然是好的 马上去换衣服 然后圣诞敬拜 开始吃饭 这个人 我说大伟是一个 听懂的祷告人 原因就是这么一样 他知道上帝的心意 他敬拜神的道理 在我还没有做牧师 在我 我有一个阶段 我去读神学的时候 不是这间教会 之前我的另一间教会 我教是独立的教会 然后独立教会啊 突然是很穷的 现在我做牧师蛮好命一下 坦白跟你们讲 我不是那么可怜 不那么穷 以前我跟我的牧师 之前那个牧师 是什么 讲无配菜脖的 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教会没有钱的 然后教会就是 有多少 就用多少 如果连牧师都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 心思祷告了 所以以前很瘦 现在很胖 就是这样啊 常常禁食祷告 现在没有什么机会 禁食祷告 所以呢 那个时候啊 我们 我们就跟印尼的教会 有联系 那印尼教会有联系之后呢 我就常常去他们讲道 讲道之后 我觉得对啊 我们很穷哦 那边印尼的教会更穷啊 牧师一个月的薪水 以马币来算 一个月是120块 穷吗 一个月薪水哦 那我觉得牧师也蛮可怜的 那边牧师 然后我们就开始说啊 然后 那个事情是在十 九八 十二年前 大概十二三年前的事情 然后十二三年前的时候 然后我说啊 那时候很很流行 International made 就印尼女用 没有像今天他有 便店也有啦 那多那多那多 没有 就是一个一个 一个福色 就印尼女用 然后呢我就说 好不好 你安排姐妹回来 来并城做工啦 做老公他们 就不会把钱寄回去 教会会有钱咯 然后他 我不知道印尼文很奇怪 老公 老婆要做 要做工 不用做工 坐在良人那边 翘脚哦 然后 就是这样文化 所以他们很穷 我明白吗 所以ok啦 就啊 我就跟牧师讲 定了牧师就 安排了很多人啊 开始带很多人 带很多人的 那些印尼女用 来并城做工 我就开始了 一个传道人生 学生的时候 哇 又做了agent 就是去gumpenggumpenggumpeng 带女孩子来并城做工 to cut the story shop 本来很穷 但是做了这个印尼女用的这个 生意之后 就开始富裕起来 啊 啊 因为如果成功 一个女佣 那个姐妹如果过去 并城能够成功 在那边做工呢 牧师就赚 有commission 赚400块 马币 从120块 的一个月薪水 只要成功带一个女佣 过去就变成400块 忽然间 这个冲动很多啊 基本上呢 一个月 他们能够supply 成功带过去的20个 imagine 看一个月他们的收入多少 就变成双倍 百倍 千倍了 人啊 很可怕就是当你钱多了时候 你的心也跟着别 这是一个 我不是很想讲的经历来的 但是 我是要你们学习更生的功课 我那个牧师就开始不一样了咯 因为有钱了咯 就跟我 开始跟我讲 好家玩家事情 哎呀 这么少 然后一个人偷给 一个女佣过来 一个那个用金给那么少 就跟我开始批啊 就是讨价玩家啊 vagen啊 然后他说啊 又住我家 要吃米 要吃饭啊 要吃鱼啊什么 不够啊 我每次过去我就要买 买一大包的米 很多的米啊 菜啊 鱼啊 带过去的 你看 坐船道人 那时候做神学生也不容易的 其实我 我也吃很多的鱼 ok啊 就买很多鱼 到最后 最后 我最后一次 我离开印尼没有的 再进去我的巴掌 被捉 永远不可以 不禁止进入 印尼 被巴掌被捉 被禁止不能进入的时候 最后一次 是这样 我去 进了印尼 去把六个姐妹带出来 然后去到那边 那个牧师说 你不可以带走 如果每个人 每个女孩子 不价里 多两百 两百块 放两百块是几百包公斤 两百块 我们讲讲一百块 六个就千二块 如果你不多给千二块 你就想把这些孩子 把这些女孩子带走 然后就 就折盆了 到最后 把这孩子带走 然后 我到 immigration的时候 然后 那个牧师 报警 说 我是 怎样讲 我是 医美 我要带这些孩子 去做妓女 Imagine 不是因为 我要让你们看到什么东西 其实我 我讲的是蛮回忆下的 这个故事是 不要以为 身份牧师 就不会做坏事 所以你要好好认识 牧师 好 每一个人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尤其 尤其你跟我的关系 我是你们牧师 你最少要认识我三年以后 以后 你才能说 这个牧师是好的 我经历 我还没当牧师 我也经历过 那时候我跌倒 为什么 一个牧师 会怎么讲做两个事情 应该牧师是要再教会 不是要赚钱的 可是他做任何东西 伤害到我 我也很软弱 但是我也因为这样而离开了教 把一个百个转 我离开了教整十年 再回来 今天看到我 是重新再回来 重新再做事 重新再重新来 就由零开始了 我看到很多 不是因为这个地理的牧师 让我跌倒 还有其他东西让我跌倒 看到我教会怎么 为什么这样 那时候我不明白 那时候我没有到 这么样神的功课 敬拜神道 神让我经历了这事情 让我看到 原来 人不是因为你到什么阶段 到什么层次来肯定的 而是你生命必须要有破碎 要有一些经历之后 难过你又被这个经历而跌倒 才是真正的坚强 所以要常常做人的左右影子 灭尽不长 Tough time to not last Tough people to 常用者的流程 当你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今天有资格站在台上跟你们讲 你的环境会有很多 很多不顺的 逆转的 但是 这个都会过去的 我在讽快考试的时候 当讽快考试里到出来的时候 我根本不敢去哪里 不敢去看 是同学帮我拿帮我看 我是很 我是很好 为什么我很爱我妈妈 我考了F95 更少叫F95来 带了国家高兵也好吗 那时候我觉得人生是很灰了 哎呀怎么办 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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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